制服28號晚間舉辦的餐會 當中一桌的玻璃轉盤已經裂開了 但是餐廳呢 卻是只用了膠帶黏住 勞工局長張大春準備要夾菜時 不小心被碎玻璃給刺傷 當場血流如注 事後服務人員馬上換了一塊新玻璃 業者對此回應說 這個餐會還沒有開始 但是轉盤卻是被公讀生給不小心打破 才會臨時用膠帶黏起來 沒有想到出了意外 對局長真的很抱歉 飯吃到一半 台中市勞工局長張大春的手指卻見血 血白的衛生紙被染紅 痛得他站起來到沒人的空桌查看傷事 罪魁禍首就是他 原一公分的尖玻璃碎片 上面還有血字 怎麼會這樣 原來這桌的玻璃轉盤有三分之一 早就碎裂 已經破的玻璃 只要用膠帶隨意黏一年繼續使用 勞工局長準備夾菜時 沒注意到摸到破裂處 沒包覆好的碎玻璃就刺進他的手 當場血流如注 餐廳發現不對 趕緊來換一塊玻璃 轉桌的時候就會有這樣子 關係到消費者還有員工的安全 就剛好希望他們有做一些改善 28日晚間台中市府舉辦餐會 就那麼剛好 其中一桌的玻璃轉盤破裂 害勞工局長受傷 餐廳這樣回應 發生的時候有一點損傷 然後就是因為緊急掉不到新的 所以只好 所以事件的處理 那可能處理方式沒有處理得到好 原來是工徒生不小心打破了玻璃 臨時用膠帶黏起來 沒想到出意外 餐廳對於便宜形式尿貨 許才抱歉 勞工局長說 還好不是客人受傷 不然請客還駭人受傷就真的太尷尬了 記者中部 中央報導 好